在過去100年,地球上出現了許多個為人類帶來重大死傷的惡魔型的人物 我們耳熟能長的會有希特拉、蘇聯的史特林 又或者是製造了大躍進、無數群眾鬥爭的毛澤東 又或者是赤簡的波爾布特 甚至是在江國進行大屠殺的比利時國王等等 但是這個名單是不應該留下一個人的 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在20世紀,乃至今時今日 他接近100歲高齡的21世紀 都是一位有相當影響力的國際關係大師 但是他的影響力是令到全世界的局勢嚴重地向絕對完全不涉及道德的現實主義傾斜 直接或者間接這樣令到無數人喪生 以及令到很多獨裁政權得以永續 這一方面他的所謂功勞 甚至可能是比希特拉、斯特林等等更加持久的 基辛格是一位國際關係大師 無論是理論上還是現實上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而他也是以現實主義,即是realism主稱 而我們上課經常都會在第一課 國際關係理論中就會說什麼是realism 但是任何的現實主義者 都很少跟道德100%切割 國家需要利益、個人需要利益 這個永遠都不會是錯的 但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基辛格的理論就正正是被視為一種極端的現實主義 如果我們說現實主義是一種只顧著利益 擴大化、絕對化的思維 如果我們不兼顧一些道德、理念等等 其實都是一種沒有利益的表現 因為這樣就兼顧不到國家的軟實力、話語權 其實一個國家的利益應該怎麼算呢? 基辛格的現實主義 永遠都是在乎大國 甚至只是超級大國之間的博弈 在他眼中的這場博弈 是完全沒有任何道德成分可言的 結果他令到美國不可信這個形象深入 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民心 這個形象確實是令到美國的軟實力、話語權 是有極大的損失的 本來的受惠者就是蘇聯 後來的受惠者就是中國 在基辛格當權的時代 他為了去說服美國總統去拉攏任何有可能制行蘇聯的國家 就主張去對所有的獨裁者行這個修正政策 即所謂的appeasement 而這個政策是直接或間接鼓勵了各地大量的慘案出現 例如他決定和文革期間人權狀況最惡劣的中共政權結盟 去鉗制蘇聯 也和南美的一眾軍政府結盟 任由這些軍人組成暗殺兵團 又或者插畫兵變 推翻左翼的熱智利民選總統阿聯德 他亦鼓勵印尼吞併東帝民造成當地的大屠殺 坐視巴基斯坦在孟加拉進行種族滅絕 與北越和談,勿許北越消滅一個親美的南越政權 造成全球難民危機 即我們經常聽到的越南難民問題 又鼓勵希臘軍人在塞浦路斯發動政變 令塞浦路斯一分為二 甚至連全球公認最恐怖的政權赤簡 他都可以當盟友看待 這個政績 就算在純粹的策略層面 我們就算不說道德 不說這些人渣政權是否應該當盟友 只是說策略層面 以上的realism 所謂的現實主義 其實也不見得高明 例如對中國 他要扶植中共的政權去牽制蘇聯 但任何正常的大國都會留一手 會牽制這個可能都是未來國際之中的霸權 但是基辛格 就沒有為台灣安排任何的後路 如果不是 當時台灣和聯合國其實並不困難 對中國的制衡 就不會像今天那麼被動 而剛才我們說過的這一群獨裁者 無論是哪個州的獨裁者 得到美國默許支持之後 一律都是做一件事 大規模俗稱國內的異見人士 其實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像美國這樣 對這些異見人士 多多少少都有討價還價的能力 保護他們的能力 亦都是為這些國家的正義的力量 保存元氣 但是基辛格從來都沒有這樣做 是默許默示這一群人 被所有的獨裁者屠殺 而他覺得這件事是世界與我無關的 為什麼基辛格採取了罪教條主義 亦是最無道德的一個現實主義流派呢? 或者多少都跟他猶太人的精打細算有關 他本人就是德國出生的猶太人 拖離納粹政權去到美國 理論上他應該很知道極權的危害 但他離開政府之後成立的顧問公司 Kissinger Associates 是全世界最賺錢的國際關係 地緣政治投資顧問公司之一 他賣什麼呢? 理論上當然有推銷我的知識 說得很好聽 實際上他賣的就是他的網絡 他在各個大國權貴關係網 建立那種網絡 而這些大國為何這麼值錢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達到 特別是這些獨裁國家 他的網絡先值錢 特別是中國 所以很多大企業都成為了基辛格的顧問公司的客戶 而他一直拒絕透露金主的名單 但是他在過去幾十年 其實他七十年代當權的時候 連我都未出生 但是他現在還健在 這幾十年來他又不斷用所謂外交元老 或者國師的身份去參與國事 每一個美國總統上任之後都會拜會他的 那麽明顯的利益衝突 其實全世界很少這樣的案例 可以說是目出其有 我記得在十年前 現場聽過他演講 當時一間中國境內的三樓大學 三樓可能已經比高了 但又無謂說名字 就跟他頒發明譽博士學位 然後就舉行一個典禮 請他演講 那他講些什麽呢 當然就要適合受眾去聽 我最記得他就是說 我說見過毛主席 我真的見過 但應該是二十世紀 這件事情可能就是他中國掘金的資本 但是如果影響到他整個國家的國策 或者是全世界對理想和現實的研判 這種遺禍就會非常深遠 但是基辛格是不是一個 一出生就只顧著利益 什麼道德都不說的 這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不是一生人的喜好 就是跟獨裁政權示好 沒有想過其他事情呢 其實又不是的 人性從來都是複雜的 基辛格今時今日作為一個老而不死的 各國獨裁者所歌頌的對象 原來曾經都有過很pure很true的純情歲月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Ferguson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基辛格1923至1968理想主義者 顧名思義 這本書就是提及基辛格的前半生 居然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就是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這本書是很厚的 幾百頁上下兩冊 包括了很多未曝光 基辛格早年寫的書信和文章 而這本書也是基辛格親自委託Ferguson去寫 相信是有點原意 就是為自己洗白 根據這本書的論點 就是基辛格早期 年輕時是有理想的人 為什麼證明他是有理想 或者曾經有理想 曾經有年輕過 這是幾個例子 比如說在二戰期間 基辛格是以美軍的身份 再次回到歐洲大陸 我們記得他在德國出生 在二戰結束之後 回到德國住了兩年 幫助重建德國 期間他寫信給他父母 發誓他不會被戰爭造成的種種悲劇浪費 不會再被戰爭出現 以後晚年的時候 他對戰爭完全沒有感覺 對戰爭很脆弱的字眼去演繹 而子女行奸 流露出他對和平這種理想的向往 後來他在哈佛大學寫他的學士論文 這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長的學士論文 亦令哈佛從之改寫了校規 他們說你們寫學士的學士論文 不可以這麼長 否則老師寫得更新 否則教授會看得很辛苦 人工又不包 總之成為了他的傳記 這篇論文叫做歷史的價值 基辛格是批判一種 追求經濟增長 物質享受的人生態度 認為一個制度或系統 就算更能賺錢也好 也不應該犧牲自由 而這樣的理念 正正是他後半生的徹底對立面 而他未當權的時候 曾經反對過1963年的南越政變 南越就是親美的分裂政權 當時華盛頓內部 美國權貴都是對這場政變開綠燈 正是當時沒有權的基辛格 是持反對的意見 就是認為美國是有份栽培 這個不停焉的政權 如果你現在又策動政變 只會讓盟友不相信美國 那美國作為一個大國 民主自由大國 怎可以這麼背信棄義呢 而他有了權力之後 不斷重複重複重複 又重複地拋棄他所栽培 美國本來應該支持的政權的人 又正正同一個人 那為什麼一個曾幾何時的理想主義者 去到他的晚年被稱為一個戰犯 有道德缺陷 或者是最被高估的公眾人物 諸如此類 究竟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人之初性本善而基辛格 曾幾何時都有過理想 為什麼他晚年會變成一個赤裸裸 只是計算利益的人呢 這個故事令我們有好心對人性的反思 對學者的反思 對政客的反思 但到最後我們必須提起一點的 就是曾幾何時 原來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如何兼顧理想和現實 利益和理念 從來都是每一個人 無論是做什麼崗位 一生所掙扎的內容 但是基辛格似乎找了他的答案 自從他評報清雲之後 這個問題、這個兩難、這個背論 不再是一個難題了 因為他已經知道了 我的現實主義就是這樣了 而我已經找到我人生終極的答案 可惜正正是他的答案 令到世間上出現了無數的悲劇 而且結構上悲劇才重新再開始 他今年99歲 當他不再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時候 究竟世界會因為他而變得更美好 還是更壞呢